前美国中院议长麦卡锡宣布退休只做到这个月底 未来他将用别的方式服务美国 麦卡锡离开国会其实并不意外 今年10月共和党强硬保守派不满他和民主党协商 把麦卡锡拉下台 这是美国史上头一遭议长被罢处下台 为什么麦卡锡在这个时候宣布退休 主要是因为照规定 接下来几天就是要提交竞选连任的截止日 而不做到任期期满 这当然是麦卡锡和前众院议长裴洛西相当不同的决定 裴洛西退下一场职务之后 他也不是民主党的众院领袖了 现在他是众院荣誉议长 继续跟民主党领袖之间交换意见 那么同时他也不抢民主党众院领袖杰弗瑞斯的风投 裴洛西在民主党内仍然身受爱戴 和麦卡锡在党内树敌的状况大不相同 麦卡锡离职对共和党来说是一大打击 上星期纽约州众议员桑波斯被驱逐 到明年2月才会补选 那么现在共和党在众院只剩下三席优势 月底麦卡锡退休 然后明年1月 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强生也要离职 虽然麦卡锡的席次是稳稳的共和党选区 但特别选举还要好几个月之后才会举行 也就是说接下来共和党在众院 要通过任何法案都很困难 TVBS新闻林佳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